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和理漢天下 19號香港就完成了一個笑死國際的完善選舉 第一時間五眼聯盟英美加澳柳就發表聯合聲明 對這次穿了崩的選舉鬧劇大力批評 我就以為五眼聯盟批評一下之後 然後北京就招勵強辭奪理禮還折菊 就說選舉好成功好民主 那就算數了 誰知道我們出片講完之後 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 再加上歐盟的高級代表都發表聲明 表示嚴重關注香港的民主被侵蝕 這一對西方的國家幾乎第一時間一起批評北京搞選舉鬧劇 顯然是有默契的 這樣正正是給北京一個清楚的信息 之前北京搞出國安法大手暴民主派 打敗了香港的公民社會的工會NGO大量被玩殘玩死 這些行為 西方世界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慢慢接受 並沒有慢慢習慣 反而這個就成為了西方世界持久批評北京打壓香港人權 不專門守國際協約的鐵證 北京就以為什麽十四億市場 什麽完善的供應鏈可以令到西方世界就范 對它所作所為視而不見 但是很明顯 西方國家的政客開始都看通了 不如你大陸十四億市場 你不讓西歐的國家進入 你大陸自己其實都很有麻煩 好像制裁澳洲那些煤 結果就自己搞到大停電 到最後死死地氣 不是靜悄悄和澳洲買點煤 至於那個供應鏈 如果歐美沒有了大陸的便宜貨 確是影響一般市民的生活 確是會令到一些物資出現不足短缺 又或者漲價 不過這樣 如果大陸有膽全方位的限制出口的話 你大陸一樣不行的 沒有了生意 沒有了收入 沒有了外匯 你自己不是一樣很麻煩 雖然大陸餓三年都沒什麼問題的 餓不死 兼顧不會有動亂的 就好像北韓那樣 餓了十年 北韓那些人民一樣若無其事 肥仔金一樣穩如泰山的 但是 如果沒有了足夠的外匯 大陸的經濟必然萎縮的 即是 唯有依靠糖水滾糖魚的內循環 再加上外循環 加上內內循環 如果這些內內外循環 如果是work的話 大陸經濟一早再創高峰 不用像現在這樣 所以 如果北京夠僵 和歐美斷絕經貿關係的話 很快他自己都會被陰桿的 一個窮的大國 還有什麼資格 廿文廿武啊 到時你還想收買非洲的兄弟嗎 還想收買世衛阿譚書記嗎 很難啊 到時恐怕聯合國 你那些年輕人全部過底 跟了歐美陣營 再不會聽你北京這個大佬的指揮 就克服了對北京的恐懼 起碼現在就夠膽說一些人話 那北京又怎麼回應呢 北京當然是死撐 說自己沒有錯啦 對西方世界的批評 一於堅決反對 但是呢 真是想不到 北京的回應呢 已經進化到潑虎罵街的地步了 除了出了一份香港什麼民主白皮書 強詞奪理 說他們搞那些才是真民主之外呢 今次新華社呢 直接用到色蠻、弱視這些字眼呢 就去反擊五眼聯盟 就說今次的選舉呢 當選的人五光十色 只是五眼聯盟看不到而已 又說西方世界看不到愛國者治港這個新的秩序 在此指手挖腳 沉溺在搞亂香港的迷夢之中 那麼大陸的駐英使館就說 今次的選舉是優質的民主 是成功的飯本 那麼這些用詞呢 真是非常之有大媽的品味的 總之一句說了 吵架呢 大陸永遠就沒有得輸的 所以我們真是佩服佩服 欣敬欣敬 好了 北京就使出大媽吵架的絕技 就罵爆G75眼和歐盟 那麼美國又做了些什麼呢 美國國務院就在20號 向國會提交了香港自治法案的半年報告 特別警告外國的金融機構 吾好同五名 中聯辦的副主任有任何金融的交易 否則呢 美國就會用二級制裁的方式 制裁那些金融機構 這個時候特別高調地出招 對付這五個中聯辦的副主任 當然不會是巧合啦 為什麼39個被制裁的中港官員之中 每個人都不提是要提這五個人 要指名道姓地抽他們出來呢 幾個原因的 第一 美國是有證據 美國本土和一些外國的機構 當然是金融機構 真的有和這五個人作金融的交易 相信有些銀行 就以為這五個人 這麼低官 這些副主任 很低官 就和他們有金融上的交易 以為這樣做是不多覺的 怎料美國仍然知道 你別當美國是傻子才行 第二 在華盛頓方面 其實也看到他們自己那邊 負責執行制裁的那些官員 根本都沒有認真去執行制裁令 根本是放軟手腳 這一點 我們很多個月前已經出片說過了 這集不再重複了 所以這次是特別把這五個人的名字提出來 即是客客銀行和金融機構 也同時客客美國政府內部的那些親華官員 第三點 是美國非常清楚 負責統籌今次 什麽完善選舉 這個川崩鬧劇的主要執行者 就是這五名中聯辦的副主任 各位 熟悉正程的人都知道 從來每次香港的選舉 中聯辦的副主任 都是負責統籌大局的 今次又怎會例外呢 我當年認識一個什麽政協的人 他明明自己公司有重要會議 召齊人回去開會 怎知道中聯辦某個副主任一個電話打給他 馬上取消了所有會議 去中聯辦聽指示 而中聯辦統籌選舉 協調候選人是公開的秘密 如果初選都可以拘捕47個人 以同一標準 老鏈是應該拘捕中聯辦470個人才對的 所以 美國今次突然點這五個人的名字 點他們上 點他們出來 就提醒一些金融機構 米同他們做交易 很明顯是一種精準的打擊 精準的攻擊 你誰執行完善選舉這場鬧 美國就動誰 以後 同一個原則 可以針對各種負責 執行 侵犯香港人權自由的人 可以是司法人員 可以是警察警察 可以是任何人 總之不止決策的人 有可能被制裁 落手落腳 傷害香港人的 都可能有後果 都可能被制裁 不過這樣說 話分兩頭 現在幫北京辦事的人 其實已經回不了頭了 相信 就算他們明知日後是有後果的 有報應的 他們都唯有麻痹自己 令到自己相信 自己所做的事是對的 然後繼續做下去 最後 北京又如何回應 美國國務院 這個半年的報告呢 哦 原來就是 馬上反制 不讓四名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委員 入境大陸 港澳 還有凍結他們在大陸的戶口 但其實這四個人 會不會去大陸的呢 他們在大陸又有沒有戶口呢 不過這樣啦 不要緊的 沒什麼所謂 反正這些 就叫做有些反制的行動 總結一句 這次這個川濱的選舉鬧劇 最大的意義就是 給多些證據全世界看到 更加明顯地證明 香港現在的慘況 更加證明到 北京是如何侵蝕香港的人權 民主和自由的 看來負責這次選舉的官員 都應該是要被問責了吧 應該背鑊了吧 沒理由這麼容易走得掉的 當然他們有很多方法 賴到其他身上的 甚至稍後找些人做代罪羔羊 在香港 抓一些人 又說那些人破壞選舉 都是這些伎倆 但是看來 他們這個鑊就背硬了 看看北京的皇帝阿金相 如何對付他們 來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和理看天下 請你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記得還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另外如果有廣告 請多多支持 另外我們也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這條影片下面 拜拜